喜愛睡土之兵 日愛睡土之兵 沒有睡土之兵 就吃不下飯就睡不著覺 這就會活不下去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展元 今天要為大家轉播的是 金州保衛戰 這場戰友們可以看到 金州的步陣戰略與進軍路線 是相當的有針對性的喔 首先是攻擊路線選擇 與後勤補給的聯繫相當的緊密 哇這一招 揚弓石推的戰術 使用得相當巧妙啊 將揚州大軍都引出要塞啦 看到沒 盟軍的重要性 在此時就被凸顯出來了 後方援軍來得正是時候 眼看就要逼近要塞 揚州的軍隊 相信別人心的女朋友 回不來啦 戰況相當危機之際 揚州大將實在有猛啊 一陣砍殺之後 全軍的士氣都被激勵起來了 突然前線探子來報 益州軍隊竟然在荊州隔壁 建起來要塞 看起來是要在 金揚大戰當中來個偷襲啊 原來揚州早已跟益州協議 趁這次大戰夾擊荊州 殺他可措手不及 荊州也是一盞耗油的燈 他不是省油的燈 他也悄悄的聯絡了徐州 向揚州關口逼近啦 真的好想贏揚州啊 好啦 我只是開個玩笑而已啦 戰場迅其萬變 唯有細心布局 運用合縱聯合之策略 拉檔結派壯大自己 才能夠在三國亂世之中 站穩腳步 你想成就宏圖敗業 想立千秋不是之功嗎 快加入最需要策略的團戰遊戲 帥土之兵